哈喽 来同学们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声音和画面 这一块有没有问题 好嘞 那如果我们的声音和画面没有问题 同学来回报数第一 那我们今天下午的课就要开始了 行 好嘞 好 没问题是吧 好 那看到大家都回复了 没有问题 好嘞 那今天呢 我们就开始来进行小程序的一个输出和包装了 那么看到我们的标题呢 也应该明白啊 那我们今天下午呢 要跟大家去讲什么了 现在在我们前边的课程当中呢 我们通过啊 对于APP的一个改版 以及我们重新的设计啊 对于我们的小程序呢 做了一个页面的设计编写 好 那我们做好的一个小程序啊 那我们如何把它给它输出出来呢 直接进行保存就可以了吗 其实呢 不是那么简单啊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 我们做好的一个小程序页面来讲的话呢 它那是不能够直接用于代码编写的啊 我们必须得给它进行一个叫做切图的一个方式方法 那么今天呢 会给大家讲到我们用不同的工具来进行一个切图 好嘞 那其实呢 我们在切图的前一步的话 我们做好的小程序 那包括我们的排版呀 我们的配色呀 那怎么的客户满意不满意呢 对呀 人家能不能通过呀 那我们是不是要提前先给我们的客户去进行观看呀 对于我们的小程序开发的流程啊 基本上是这样的啊 我简单的跟大家去了解一下吧 好了 第一呢 你比如说我们先是获取了一个需求 对不对 好 那么客户呢 找到我爱想要做一款小程序啊 想要获取这个需求 那第二呢 那我们先做一个操稿啊 大概的一个布局啊 以及大概的一个想法呢 跟我们的一个客户呢 去聊一聊 爱多客户觉得可以啦 那我们怎么敢去做这个效果图啊 就是我们做的这个设计好设计稿是吧 设计的页面 好 那效果图我们做好以后 包括里面的配色呀 排版呢 等一系列的一些东西啊 那我们做好以后 你是不是得给我们的客户看一看啊 客户满意这样的配色吗 满意这样的一个布局吗 好嘞 那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讲的话呢 如果我们的设计这一块没问题了 这是我们的最终效果图了 是吧 如果没问题 那我们就再进行下一步啊 第四步的话呢 就开始什么呢 输出 输出以后的话呢 就给他进行一个代码的开发 就开始开发了嘛 开发完以后 是不是就成了我们的一个上线了 这样的理解吧 所以你看啊 那么最后两步的话呢 是在我们的客户 确认完以后这个效果了 然后我们才会进行的一个问题 一个步骤啊 那如果我们的客户呢 对于我们的设计的效果图不满意 对吧 你看这个配色 哎呀 我不喜欢 那我们是不是要重新的去进行设计啊 更换配色 更换风格 重新的进行排版啊 那么知道我们的客户满意为止 那么我们的输出来讲 那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给我们的客户去看呢 哎 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哎 那么你想想我们的客户花了钱啊 你怎么给他看 直接给他丢一张图过去吗 嘿 那个老王 你看一看 这个图好看吗 对不对 人家会觉得你这是什么态度 对吧 我是花了钱了呀 我是啊 这个买主啊 对吧 然后所以你看 你不应该把我当上帝吗 啊 你这是什么态度 给我看一下 就这样吗 那我觉得不满意了 你改吧 所以呢 现在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名字啊 给他稍微的包装一下啊 就不需要太不能太直接吗 啊 你看你你这个有些有些小男孩跟小女孩表白是吧 哎 说哎呀 我想把我的一颗心都给你 对不对 那怎么样给他呀 直接掏出来雪淋淋的给他吗 他能接受吗 不是吓快了 不把小女孩吓哭吓坏了吗 对吧 所以呢 你怎么办 对吧 拿一个包装盒包装起来不就好看了吗 所以你看我们不管是送礼物也好啊 还是买一些高档品也好 他都会把那个包装盒包装的特别好 我们光看那个外边那个盒啊 就感觉是买不起的样子 对吧 你看那些高档品 高档的红酒 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包装盒 嗯 以根据这个包装盒的话呢 来进行判断它的价值 特别是现在这几年的话 我们那个月饼是吧 那么我们的买那个月饼的话 你看那个月饼那个外边那个包装盒 是不是也特别的昂贵啊 最好的还是怎么样 小叶子坛的包装盒是吧 那个盒子要比月饼贵好 这位好对不对 现在也包括也是一样啊 一块月饼可能说有几块钱 但是那个盒子的话需要一二十块钱 是吧 就是本身的包装就要贵于我们的物品啊 那所以你看通过包装来讲的话呢 它可以提升我们产品的一个特点 一个卖点啊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价值感啊 咱们都说啊 这个人靠衣装马靠鞍啊 如果你的外表 这个表现的比较华丽 比较美观的话呢 你会提升它整个的一个价值品牌 是吧 好 那所以的话呢 我们再给客户去看的时候的话呢 不要简单的自己来丢一张图啊 我们尽可能去包装一下 好吧 那今天这节课的话呢 也会给大家去讲一讲啊 那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旧品呢 给它包装的更加好看 美好一点 好吧 好 那这就我们今天看一下本节课的主要学义目标 好 那今天的话呢 同样给它讲到这么三点 那第一呢 我们还是看一下小程序的包装 该如何去进行制作啊 那第二呢 我们看一下小程序的输出 就是我们该如何进行切图 那么第三呢 我们给大家去演练一下 我们的切图的方式方法啊 嗯 好 那其实呢 你刚才我们说小程序的包装 那该如何进行包装呢 你看我们昨天设计好那个页面 想要给客户看看好不好 那么做呢 咱们刚才提到是吧 那人靠衣裳马靠鞍 首先的话呢 你想要穿好看的衣服啊 你首先得有衣服啊 对吧 咱们的女孩们啊 一开这个衣柜是吧 哎呀 陈切 对吧 又感觉需要纳心了 对吧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其实在我们的一个包装当中的话呢 就需要先要找到一些好看的 啊 这个衣服吧 对吧 那我们的小程序 在哪个地方去进行展览或者应用 是不在我们的手机上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 让它可供展示的一个平台 就让我们的客户能够直观的感受到 它的一个啊 使用的效果会更加的满意 那你也吧 嗯 所以我们先要去找到一些衣服或者那个嘛 嗯 嗯 好 那这个去哪个地方去找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给大家推荐几个平台吧 好吧 小程序的包装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打开我们的浏览器啊 我们可以再有一个叫做 现在这个平台也有很多啊 像这个包图网啊 还有我们的迁图网啊 这些网站当中的话呢 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啊 供我们使用的一个手机样机 你看到没有 它叫样机啊 好吗 什么叫样机呢 啊 就是直接可以套用的一些效果啊 好 比如说你看我们之前也给大家去讲过啊 说 那我们的小程序呢 是在手机上来进行使用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 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发出来这个小程序嘛 所以我们可以提前让我们的客户感受一下 它在手机上出现的一些效果 那这样的话呢 它对于这个小程序最后的成像 会有一个很直观的想象和观看 是吧 和观感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可以提升我们的小程序通过的一个效率啊 那所以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样机 把它拿下来进行一个使用 是不是就可以了 包括我们的小程序来讲 它只在我们的手机上来进行展示的啊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啊 这个iPad或者这个什么的电脑了是吧 就不需要耐黑样机了 我们只需要下来个手机就行了啊 那么对于手机来讲的话 你看它会有不同的一些角度啊 和这个画面效果啊 你可以选择觉得哎 比较好看的 当然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稍微注意啊 同学们你看 嗯 像这种老款的手机样机的话呢 咱们就尽量不要选择了 也选择比较新款的啊 像iPhone 12 iPhone 13 先不说这个iPhone几吧 就说现在我们基本上用到的都是一个什么样的 传屏手机了是吧 就没有这些按键了啊 包括现在用的像安卓的 像鸿蒙的 就花围的啊 他们都会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样的曲面屏了是吧 我们也可以用到一些曲面屏的手机 给他们预览一下 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那这个的话呢 可能说是一个屏幕苹果的手机 我们也可以用它的效果 但是背面的那个效果我们就不好看了 对吧我们就不需要了啊 那么找一个都是正面的吧 行吗 嗯 好的啊 那哈啊哈 我们还是找前面的吧 手机样机啊 找一个啊 基本上就是大屏的呗 对吧啊 或者这样也可以啊 咱们直接拿来用就行了 哎 那我们直接去下载啊 你看下载的过程当中的话 它是我们的PLD格式的啊 也就是它可以直接在我们的 PS当中可以打开的啊 免费下载是吧 下载的话呢 这个它需要这个会员啊 然后大家如果没有会员的话呢 呃 你们可以去那个淘宝上去买一个 是吧 那比较便宜一点 那再一个的话啊 我们 呃 同学如果需要的话 这个样机的话呢 一会我也会给大家去发一些 好吧 一会发一些样机 大家可以直接套用啊 其实这个的话呢 比较简单啊 哈哈 好嘞 那我们给大家去下载一下啊 我会下载一些 然后直接给大家去发一下 好 然后我们点击下载 然后下载到我们的一个桌面上吧 好 下载完以后的话呢 我先把它关闭了啊 打开我们的PS好吗 嗯好的呀 然后先 嗯 需要把它解压啊 右击解压到我们的桌面吧 等我们击啊 解压之后的话 你这个PSD文件的就存在了 好嘞 让我们把它直接拖进来 好 拖进来以后啊 对吧 你看这边的话呢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 图层的分层 是吧 这些的话啊 就是我们的样机 像这下 带这个小符号的这什么样 智能对象 看到没有啊 你可能管他 看到没有 是不是这样的 智能对象啊 像这样的效果啊 我们就可以 双击进来 看到没有 双击可以点进来啊 你点进来以后 你把短门的图贴到这个地方 他可以让他显示效果啊 还记得吧 我们昨天给大家在那个 即时设计当中设计好的 我们的主页效果图还记得吧 我们给他打开 我们即时设计 这个设计的话呢 我们昨天做了一个 小程序的一个首页对吧 嗯 好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找到我们昨天做好的 这个首页 好 然后呢 在这个页面当中的话 我们可以相对来进行一个导出 好 那导出到 也同样导出到我们的桌面码 这个方式 我们的 首页 点击保存好吗 嗯 好嘞 那 保存还以后啊 我们还是打开 然后直接的 给他拖过来就行了 哎 保存到哪去了 好看一下 哎没了吗 我记得刚才给他灭了名字是页面而首页 啊 那有这个页面吧 好把这个页面拿过来吧 啊 是这个一样的啊 好嘞 那我们直接把它拖到我们这个里边来 好 那拖起来以后啊 呃 对于这个尺寸来讲的话呢 他有一些不太合适 对吧 因为我们用的是iPhone13 他那个手机的话呢 可能是页面稍微的窄一点 啊 然后我们那怎么做啊 怎么做的话 你就放这边 扛加A 去中 去中以后 扛加D 我们先看一下 他的效果怎么样是吧 扛加S 先保存一下啊 保存以后 我们回过来 你看他会发现是这样一个效果 把稍微有的角度嘛 有的变形啊 那变形的话呢 我们就 可以 再对他调整 再双击进来 对吧 然后对他那一个 啊 大小进行调整一下 对吧 大家调整一下啊 那么可以把这 哎 给他往上走一下 嗯 这样扛加S 保持一下 啊 你再关闭 你看他这个效果是不是就显出出来了 对吧 那这种效果的话呢 就是直接啊 让我们的 呃 用户呢 就是让我们的客户呢 能够直观的感受到 我们以后 在手机上 所呈现的一个效果 然后其实 你可以把 上面的这个状态栏啊 给他稍微的 啊 拿上来 也是可以的 怎么拿上来呀 嗯 扛加Grow复制出来 对吧 复制出来以后呢 你看我们把它 往上走 哎 给他放到这 哎 当然呢 我们这个地方刚才S有点多了是吧 3D 3D啊 就最好的去模拟一下啊 他这样的一个效果不就行了吗 刚才S保持一下 好嘞 你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看到啊 这样一个效果 当然我们的手机 样机的套用啊 也比较简单啊 这个地方的话呢 重点是用于他这个 这个智能对象来进行使用呢 嗯 好吧 好 那你做完以后的话 你看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样机呢 哎 给客户去看 或者说呢 给它作为一个排版 做成一张海报的形式啊 你看 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 花瓣网当中 你可以看到啊 咱们的 嗯 小程序啊 还有 还有咱们的这个 APP啊 等等 他们的一个展示类型 你看 是不是做成一张大图的一个形式 看到没有 你看 他这个小程序的话呢 基本上是什么样子 哎 给他做了一个整体的页面 一个长图页面 这个长图页面的话呢 背景也比较简单啊 就是做了一些色块 对吧 那里边的话呢 做一些排版 就是把我们做好的每一个 每个的页面呢 嗯 给他放在这个地方了 加了一些投影 那这样展示以后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哎 就感觉比较 完整 比较全面 是吧 你加样机的话也可以啊 嗯 让我们看一下 有些的 展示效果 你看这个 像这个展示效果的话 你看他呢 是加了个什么样子 样机的一个效果 看到没有 他只不过是把这个手机拉长了 因为我们要 看的话 肯定是要把它的一个效果 看得很全面的 是吧 就相当于把我们的手机延长了 去观看 看传部的一个画面效果 像这样的 看到没有 看那个传帽 他这个的话后期是画的啊 咱们画也可以 就一个手机的样子 就让我们的客户呢 感觉到哎 以后我手 我上线以后的话呢 就这样一个样子了啊 其他界面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拍板 嗯 就是给他做一个拍 这个包装嘛 你看他这个的话 这个效果就是 跟咱们的界面差不多吧 把这个效果做好以后 把他们套在这个样机里面 看到没有 套在样机里面 套在一个手机里面 就相当于我们已经上线了 以后上线也是这样一个效果 这样的话 我们看起来的话更加直观啊 给他做一个背景 背景的话呢 不用太强烈啊 因为我们重点展示是我们的样机的效果 所以背景这块可以稍微热化一点啊 然后稍微有点层次感就行了 能够表达出我们的设计的 这种一个追求 嗯就行了啊 所以呢 这些的话呢 这个样机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不同角度的啊 有平放的啊 有稍微倾斜一点的 有曲面平的 这些都可以 好吧 这是关于我们的包装啊 大家可以稍微的做一下啊 这个的话不显得高贵一点吗 或者精致一些啊 高档一点啊 比那种直接一张图片要 稍微的好很多 好吧 好的们来看一下啊 那对于现在我们对于这个包装的话呢 啊 能够理解吗 嗯 就概念能够理解吗 可以啊 行 好了 那如果这个地方大家理解的话呢 我们就先讲那么多 好吧 嗯 好 如果保存的话就比较简单了 直接跟我们ps存储为是一样的啊 这个直接存储为我们的 勾PG或者PNG 保存全力可以了啊 好嘞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 接下来给大家讲的是关于我们的切图 是吧 那为什么要去切图 我们的输出为什么要切图 是吧 你看啊 对面 就像刚才我们说啊 咱们 比如说这个页面我做好了 那做好这个页面了 那他只是一张图片呀 那如果我们要进行点击的话 添加链接调转的话 那只能加到这一张图上 他没有办法分别单个的进行调转呀 那该怎么办 对吧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需要里面把这里边哪 每个元素都给他切开 啊 这是一张 这是一个独立的 这也是一个独立的 这个独立独立独立的 都是独立的 然后我们再把它 啊 用代码的形式拼起来 那也就是简单的来说是什么呀 就说我们 我们先用软件把整个效果做好 再用软件把他每个部分切开 然后呢 再用代码给他拼起来 就这么一回事 啊 因为我们在代码拼的时候的话呢 可以对每个小部分添加一个效果 添加一个链接 用他点击啊 这些效果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切图 啊 为什么要切开这个原因 啊 我们输出的话呢 要输出切好的图 给我们的一个代码开发者 让他们去进行代码的这个链接 好吧 好嘞 那我们怎么样来进行切图 那这个地方给大家去讲一讲 那么在我们的ps当中的话呢 你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切片工具来硬切 有没有 切片工具啊 来进行 但对于切片工具来讲的话呢 他有一个缺点是什么 就是说 哎 我们的手机屏幕啊 有大有小 对吧 那么对于有些屏幕来讲 咱们直接切的这个图 啊 直接切的这个图呢 放在大屏幕上就不合适了 这样能力吗 所以呢 我们 需要在大屏幕上放大图 小屏幕上放小图 所以要放不同大小的图 那如果大家已经学完了我们的UI设计 应该明白 啊 我们在UI当中的话 会有个背图的选择 是吧 我们要切两背图或者三背图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切出不同大小倍数的一个图了 那这个的话 我们该怎么切呢 咱们有一个工具使用的是比较好的 叫像素大厨 那么在前边的 网页设计 还有我们的UI设计当中的话呢 咱们也给大家去讲过关于这个像素大厨的一个切除的方式方法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像素大厨来讲的话呢 它不当可以切除啊 而且标注也是非常 啊 这个好用的啊 那么怎么样去下载或者安装它呢 我再来给大家去演一遍 好吧 好那打开我们的浏览器啊 在搜索当中的话呢 搜索什么样的啊 像素大厨 看到没有 好 直接搜索像素大厨 找到第一个啊 我们可以看到有个像素大厨后面带个官网两个这 好 找到它以后的话 我们点击打开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往下稍微这么一滑动啊 就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 标注切图的一个利器 看到没有 切图标注的一个利器啊 那就它是一个专业来用于切图或者标注的这样一个工具 这样的一点吧 像素大厨啊 pxcook 好 那我们点击它啊 就来到了我们的一个这个专业界面啊 你也可以点击直接点击下载也可以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直接下载的话呢 会有一个小问题啊 可能有些同学的这个系统呢会安装不上 对吧 一直爆出安装不上啊 那所以我这个地方的话 直接讲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下载安装的一个方法 好吧 那就是从哪啊 找到快速入门 里边有一个常见问题 有个安装常见问题 看到没有 找到快速入门啊 你们可以啊 在这个地方的话去标注一下 第一点击快速入门 第二找到常见问题 安装常见问题啊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会看到有三个下载的链接 这三个链接的话呢 它会怎么样啊 避免优于系统不兼容导致的各种问题 所以大家直接在这下载的话 是百分百可以安装上的啊 这个呢 你呢 是电脑是windows64位的 选择64位的 32位 选择32位的 max选择max 因为这个下载安装特别简单 我们直接点击 啊 点击它 然后用不了一分钟的时间吧 直接下载并运行就可以了 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那我把它下载到哪个盘里面啊 其实这个的话哪个盘都可以啊 因为它特别的小能力吧 占不了大家多少的一个内裙啊 然后呢 直接比较傻瓜似的点击下一步 然后点击我同意 然后下一步下一步 安装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啊 然后我们安装完以后的话呢 它会给我们一个自动的打开 好吧自动打开 然后点击完成会自动打开我们那个界面 当打开以后的话 我们会看到啊 这里面的话呢 有我们的一个演示啊 它会有一个教学的一个步骤 看到没有双击打开这个视力啊 我们可以看到双击可以打开这个视力 然后这里面的话有一些案例啊 供我们来进行使用啊 比如说里面的一些播放对按钮啊 做好的一些效果图对吧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标注啊 左边这一块的话呢 都是对于它标注的 什么叫标注啊 就标注比如说哎 那我量一下啊 从这个图片的宽度 你看它这块是不是有显示哎 342个像素 对吧啊 这IOS规范 还是问安卓外部啊 这三个规范都有 是吧 可以测量 包括颜色 你要吸过的话 我们可以吸取这个颜色 是什么颜色值 对不对 就是来做这个的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重点不是要怎么去标注的 我们重点是怎么样来进行切图 那对于切图来讲的话呢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咱们需要新建一个新的项目 对吧 对吧 好嘞 那我们点击项目 新建一个项目 好 那这的话我就不保证 点击新建项目 然后这地方我们需要一个项目 名字啊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优点项目 好 那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那我们要选择不同的一个系统 看到没有 请选择一个项目类型 项目类型呢 将决定标注的单位和代码 输出的一个利益 因为为什么还有代码输出呢 因为这个软件来讲的话呢 它很智能化 就是说我们切完图以后的话呢 它会给我们一些代码的片段啊 那么是比较方便于我们的一个开发的使用呢 就是我们开发的话 不是要写代码吗 它会有送成一些代码片段 一会可以给大家去看一下 好吧 好 那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 还是选择这个IOS的 因为我们昨天做的那个首页的话是IOS 对吧 嗯 选择IOS的 好 点击创建项目 好 那点击完以后啊 您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会给我们 有个提示啊 提示什么呀 提示说 那我们需要导入什么样的一个格式呢 第一 PSD PNG 或者GoPG 可直接拖链到我们的项目当中打开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软件的话呢 它可以兼容到的是我们的图片格式 以及我们的PSD的原文件格式 好 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呢 我们想要用切图工具的话呢 你看第二步是吧 需要点击拓展功能 找到我们的切图工具 所以那我们首先的话呢 需要的是一个切图工具是吧 那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文件导进来啊 导进来这个文件倒是没问题啊 我们可以导进来一个PLD的文件 可以先看一看 对吧 好 那这块不是显示了吗 然后双击可以展开它 好 展开它以后的话 我们可以用里面的这也进行测量了啊 包括里面有智能的测量的一个方式啊 也测量的一个工具 然后这一块的话呢 我就不给大家去精颜色了 好吧 今天这个也简单啊 你测量的话 你用里面的框高这块 它都会自动给我们标注啊 然后咱们今天重点是用切图 切图的话呢 在右上角这会有一把刀看到没有 然后如果大家跟我的界面不一样的话 你可能点了开发 开发的话 它是这个界面 不过右上角也有一把刀 这个它是不会影响的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的话 就出现了一些怎么样代码的片段啊 这个代码片段的话呢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什么呀 看到没有 可以直接点击复制 就是它方便我们开发的来进行使用 当然我们现在不需要开发 是吧 点击设计吧 好那 那如果怎么来进行切图呢 记住啊 我们点击这把刀看到没有 点击这把刀 然后呢 它就退出了 只留一个小窗口告诉我们 那这个的话呢 怎么去做啊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连接过一次了 我再关掉啊 重新的给大家去连接一下 好吧 编辑当中的话 我先把它关闭掉好吧 嗯 因为我客厦的话呢 就连接了一下啊 我先把它关闭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嗯 还是打开我们的项目大厨 对吧 好 点击这把刀 你看 它会提示 提示什么样 第一步 需要的棉杆 先开启 photoshop 远程链接 啊 那第二呢 启动远程链接 看什么样 是不是这样 好来 那启动远程链接来讲的话 下面有个什么棉杆 连接状态 连接中 所以这个的话有个123456 这个123456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要输入的一个验证码啊 就是就是配对 密码配对一样啊 一会的话 我们需要先第一步一步一步来吧 好吧 第一步的话 我们先开启 photoshop远程链接 其实这个跟photoshop有啥关系呢 他是这样的 他这个像素大厨的话 他那个切图呢 不能够自己来完成 对吧 他自己完成不了 所以他需要的棉杆 依托ps来进行切图 那就他他需要跟我们的ps进行相绑定 先连先连接上才可以 属于我们ps的一个外挂的一个插件一样的 这种东西啊 这种工具 那这个该怎么去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对吗 那第一步呢 那我们还是需要的棉杆 先打开ps 刚才我也给大家去演示到了 第一步啊 现在还是找到我们的编辑 在编辑当中找到一个什么样的 叫做远程链接的按钮 看到没有 好 那找到编辑远程链接打开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会看到有一个什么样的 启用远程链接 这个地方的话呢 他默认是没有打上对沟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需要的 需要我们这边打上对沟 看到没有 打对沟以后的话 你看下面有个密码啊 这个密码必须为六个字符 或者更长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123256啊 其实他就是这个密码 所以这个密码是我们随便输的啊 没有固定 你可以说6666666 123256 654321也可以啊 121212也可以啊 就看大家想输入什么了 但是必须要做的什么样的 这个密码 反而要和他能够对应上才行 这两个对应上 才算两个绑定成功 或者配对成功了 如果对应不上的话呢 这连接失败 是吧 那你看我点击 刚才是121212是吧 点确定 那这个地方 我要输入对应的这个密码号就行了啊 咋了 还卡了吗 稍等一下啊 好可以了是吧 那这块我输入121212是吧 然后呢 他开始进行连接 如果啊 连接不上的话呢 大家也不要着急 他需要有个过程 再给的话呢 我们需要重启一下啊 如果实在连接不上了 你就把 最好是把这个ps重启一下 或者我们的向上大处重启一下 然后呢 再进行连接 还是连接不上是吧 连接不上的话 我们都重启一下吧 好吧 重启一下 或者你把ps这个密码 重新设定一下 按666吧 123 123456吧 然后点确定 点确定以后的话 我重启一下ps啊 好嘞 然后的话我重启一下ps 嗯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同样打开咱们的向上大厨 对吧 打开向上大厨 点击的把刀 你看他在123456重新的 连接 哎 你这样的话就显示连接成功了 看到没有 好那显示连接成功以后的话呢 有个切图工具就跟ps连接成功了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啊 就可以选择我们要切图的一个类型 那我们就选择ls 对吧 你要选择ls来讲的话 你这块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样感 输出几倍图的一个选择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 他 会输出一个二倍图 另外的话呢 也会输出一倍二倍三倍图 看到没有 因为这块点开的话是不是都选上了 就是你导出一个的话 他会给你导出三个尺寸 一倍图两倍图三倍图都给你导出了 所以特别方便啊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怎么样 对他的尺寸进行修改 好因为我们的一个图的话呢 我们的图标可能用到的是 45相数 乘以45相数的 对吧 但是我们实际做的时候 可能没有那么大 那我们可以修改尺寸来进行保存了 然后下面的话呢 这个自动保存 保存并关闭 这个我们直接默认就可以了 然后png格式 我们直接默认 下面的话有个路径 看到没有 这个路径的话呢 我们需要重新选择一下 并且呢 再给他一个重命名 新建文件夹 这样的话 他切完保存到我们的桌面上 是比较完整的啊 不然的话你找不到 或者很乱 嗯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啊 桌面点击新建文件夹 对吧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 啊 切图 对吧 啊 有名一样了 中文明 啊 切图 文件 好 点击选择 那这样的话他就会直接啊 保存到我们那个文件夹里面去了啊 好嘞 那下面的话你看有个什么呀 切 所选图层 所以的话他需要 PLD原文件才可以啊 我们把这个首页导进来 好嘞 那没有这个原文件的同学物 大家去发一下啊 大家也可以用PS做一个 好那这块怎么去切啊 你看啊 同学们啊 我在切的时候呢 你看比如说我先切这个图标吧 啊 咱们先看哪些需要切啊 第一 咱们这些图标啊 这些的话都需要去切 这样能力吧 啊 这些图标的话我们是需要去切的 嗯 好那再一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下面的这些图标是需要切的 图片需要切 什么不需要切啊 文字不需要切 啊 因为文字的话我们用代码是直接可以写的啊 所以图标需要切 好吧 好的 我们选了这个图标 看到没有 啊 这个图标 然后的话 你看他 是不是还有个刀叉呀 所以他不是一起的 我们直接切他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 你看直接切他的话呢 我们切出来的效果 我们先看一下 你看他只有这个语言 这样能力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切图文件里面有啥 啊 没有切进去 切到其他地方去了 找到切图文件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啊 好我们再试一下 好我们再看 那在切图文件当中 你看他是不是给我们切出了啊 三个圆 看到没有 一个椭圆 二倍图 三倍图 是不是都切出来了 三个大小不一样的图都切出来了 对吧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啊 特别人们 那这个地方 他这个切的大小呢 是紧挨着这个圆的 因为我这个圆多大 他就切多大 是不是这样 那再一个的话呢 他里面的文案 是不是没有切出来 所以那我想要完整的 要这个图标的话呢 需要把它们怎么样 先打一个文件夹 啊 这个是怎么样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主五 这是一个是吧 那我就直接切这个主五 这样能理解吗 那你看这样的话 我切出来以后 他这个是不是就完整的了 是主五 看到没有 主五 然后主五 二倍三倍 那这个的话呢 他这个大小的话 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啊 比如说 你要我们看一下 他大小是多少 是90多了 是吧 就是多的 那我们可以修改尺寸 比如说 咱们要 45 乘以45的 你再切一下 那显然这样切出来的话 就不完整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能往大里面去切啊 好 那我们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切的时候的话呢 就可以知道 我们怎么样去选择了 是吧 好 那这里的话的话 我们切的时候啊 你可以来选择 咱们的实际大小 那就不用这边修改尺寸了 在那里吧 就不用修改尺寸了 把它勾选掉就行了 如果需要修改的话呢 你再修改速度 我们需要的尺寸 切我们这个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切图标的时候的话呢 就需要先给他进行一个打主了 好 好 那这个医药 这块是不是也一样 找到医药 这个文字就不用切了 对吧 找到医药 给他切就行了 还有那对于下面这些图片图标 如果你觉得他需要切的话 背景其实背景颜色也不用切啊 下面的这些的话 我们可以需要给他切出来 是吧 然后 然后 按这个手印啊 给他切一下 包括这个应用也可以切一下 是吧 好嘞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需要的都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切出来 看到没有 那切出来以后的话呢 我们对他进行重命名也是可以的 嗯 然后把这些切好的图呢 给到我们的这个 开发的就行了啊 好了 这是关于我们用这个像素大图 切图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大家看回了吧 也比较简单啊 重点的话是我们怎么样去进行连接他 好吧 好那切完以后你可以对他用关闭了 那有的同学可能会觉得 那我们昨天用到的啊 设计的效果图呢 是用我们那个计时设计来进行做的 是吧 那对于计时设计来讲 它里边本身的话呢 也会有一个切图 嗯 来他们看一下 好 再次打开我们的计时设计啊 啊 这个有打开的是吧 你不用再打开了啊 好 打开我们的计时设计 在计时设计当中 它里边的话呢 我们看到啊 是不是有一个切图啊 这个切图的话 和我们ps里面那个切片工具是一样的啊 就你需要里面啊 选择切片工具 想要切这个图的话呢 需要拉开看到没有 给它画这个框拉啊 然后的话呢 但是我们有时候拉的不是很准 对吧 然后呢需要里面放大看到没有 放大以后的话 我们选择 哎 这个边缘给它靠紧 这个图多大 我们给它切多大 好吧 稍调整一下啊 好选择好以后的话呢 我们在右边你这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导出 然后在上面的话呢 导出这块 是不是有一个倍数的选择 这个地方也有个倍数选择 但是呢 它不能像我们的像素大厨那样 特别方便的一下子给你导出一倍图 两倍图三倍图 而怎么样呢 需要我们多次导出 比如我第一次啊 导出的是一倍图 点击导出啊 选择桌面啊 然后有一个啊 这个切涂的物件夹 是吧 第一次导出来啊 然后已经有了 是吧 我可以对它应该换个名字吧 好 第一次导出了 那第二次呢 我再导出一次 导出个二倍图啊 他是这样的 比如说这是02 二倍啊 这样的话我往下导出 所以呢 这个切涂的话呢 就没有刚才那个比较方便啊 但是呢 我们在做效果图的时候 这个是比较方便的 嗯 好吧 这是我们的输出啊 好嘞 那这个输出的话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比较理解了 好吧 导出这个切除的话呢 比较方便啊 没有什么太难的点啊 不管你是用这个像素大厨来切也好 还是用我们的技术设计来切也好 都是可以的啊 好 那最后的话呢 给大家去讲的是关于我们的标注啊 其实标注来讲的话呢 也需要大家去进行学习一下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标注呢 刚才我用了一点啊 大家可能也明白了我们标注的方法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 我想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标注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标注 其实呢 对于标注来讲的话 咱们在前边也稍微的能够看到啊 说标注其实是干嘛呀 你想想朋友们标注是干嘛的呀 我们的这个效果图写好以后啊 是不是要给我们的开发者去看呀 是不是要给我们的开发者 然后让他们去进行一个啊 代码的编写啊 但是你想想 他们在进行代码编写的话呢 根据什么来编写呀 我的页面颜色啊 我的文件大小靠什么呀 是不是靠的就是咱们的效果图啊 根据效果图啊 来进行代码的编写啊 所以呢 效果图就成了他们的一个参考是吧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效果图当中的颜色大小 就成了他们的一个参考的规范 所以呢 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我们用到了多大的大小 用了什么颜色 这块他都不知道 明白吧 那不知道的话怎么办 啊 不知道的话怎么办 那我们就需要对他进行一个标注了啊 标注的话 我们有不同的一个方法啊 你可以用我们的智能标注 但是智能标注必须得是phd的原文件格式 如果只有图片格式的话呢 那只能用我们的手动标注 你比如说这个美食的大小 我选用它就可以用智能标注 圈一下它的大小看到没有 这就可以了 然后文案呢 选用这个文字 点击下 生成文字标注 但是其他可以拖动它的位置 是不是可以文字标注了 什么字体 多大字号 以及什么颜色 对击方式是不是都有了 比较方便啊 然后这块还有个吸管啊 点击吸管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吸一下这个颜色 是什么颜色 啊 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都可以去吸出来 啊 然后手动标注的话 他们每两个之间的宽度是多少 那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标指啊 距离标注 直接拉 你左右拉是横向标注 看到没有啊 我们可以拉一下它们之间的啊 这个间距 当然我们还可以怎么样 选用它修改 我们选用的一些颜色都可以 那上下的 你上下拉就可以上下之间的标注 这个也是可以的 这样能力吧 嗯 你看这样就可以了 嗯 好了 那对于有些啊 效果 比如说两个模块之间的话 也可以标啊 也需要给它标出来啊 因为我们都需要有一定的规范嘛 是吧 好那再一个啊 有的很可能会觉得 那每一个间距我们都需要标出来吗 想一想用不用 啊 其实这个地方是不用的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写代码的小哥哥小姐姐 她们也很聪明啊 她们一看 这肯定是等间距的嘛 那如果是等间距 啊 你每个都标的话呢 我看起来也更乱更麻烦 所以还不如怎么样啊 你不标呢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都是相种的呀 所以我标一个就知道呀 嗯 所以呢咱们需要怎么样啊 就是说重复的信息呢 不用重复标啊 这个咱们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啊 再一个的话呢 我们的颜色可以用两种颜色啊 就说文字用一种颜色啊 咱们的距离用一种颜色 也不需要颜色用的太多太花 因为咱们都知道标注是为是给我们开发者看的啊 所以你标的满屏都是五呀六色 这个太花的话 标的太乱 那这样的话呢 也不方便他们观看啊 所以看上去的话呢 也比较不那么简约是吧 所以咱们怎么样呢 那他能够一目了人的看明白我们的尺寸就行了啊 好 这是一点啊 咱们在标的时候的话呢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好吧 按住空格键可以拿开我们的 打开我们的小手啊 进行滑动 好嘞 然后里边的细节的话啊 像这些界面颜色的话呢 你就可以不标了 为什么因为界面颜色的话 如果他直接把这个图给链接上去切除就可以了 这块就没啥问题了 明白吧 好嘞 那上边的话呢 这些小的图标啊 小标字可以来标一下 其实这个班纳图的话呢 也不用去标了 只标一个框高就行了啊 知道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个班纳图多大就行了 这样能理解吧 因为对于我们的班纳图来讲的话 在后期的话呢 他肯定是要做很多很多的班纳直接去链接的 好嘞 那这是一点啊 我们今天的话呢 给大家讲到的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些样机的套用 怎么样把我们做好的小通讯呢 去进行一个包装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个标注 还有切图 标注的目的呢 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代码开发者能够更有方便的去进行一个参考 切图的话呢 也是利于我们的这个小程序代码开发的一个链接 因为我们都知道做好的只是一张设计效果图 那他需要的话呢 是切好的一些图片 直接去进行链接使用啊 图标每个图标都是独立的 这样的话呢 所以我们才能够添加独立的一些图标啊 嗯 好嘞 那今天的话呢 还给大家讲到了不同的一个工具啊 嗯 然后特别是一个新的工具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像素大厨啊 那大家呢 如果对这块使用的不是特别流淡的话呢 在我们的像素大厨的官网啊 也会有一些介绍啊 和一些啊 这个教程 大家呢可以去进行观看 这块都没问题 有快速入门 对吧 快速入门当中的话有使用的教程 看到没有啊 视频教程也有 怎么样标注怎么样 企图里面讲的还是比较 颜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啊 这块大家都可以去进行一个观看啊 因为对于这些工具类来讲 我相信大家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啊 如果大家能够自己去摸索的话呢 那更好 因为如果啊 只跟着老师去学习的话呢 因为老师讲的毕竟是有限的 那么在以后的 这个生活或者工作当中 再出现新的工具 新的用法 那咱们可能还是需要自己去能够掌握它 你不如说我出了一个新工具 我要呃就要就看视频才能学会 然后又不如这样了 嗯 应该有一个自己去掌握的一个能力啊 好 那其他的话呢 我们今天的话呢 就给大家先讲那么多 好吧 呃我们下一节课的话呢 呃就开始一个新的阶段了 咱们同学也就了解啊 咱们前边的这些课的话呢 都是围绕着我们的一个设计的效果图来进行开发的 对吧 都是以设计为主啊 不管是前面讲到的一个设计的规范啊 还是我们设计的一些理论 以及我们设计的一些页面 都以设计为主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该讲到我们的一个开发了 对吧 那开发的话呢 从明天开始的话呢 我们的课呢 就开始以这种代码为主了啊 好吧 开始写代码来写我们的页面了 那还有一个第三个步骤的话呢 我们还是以借助第三方平台来进行开发 嗯 三方平台 那第三方平台的话呢 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更轻松的 来进行一个小程序的制作 因为很多同学呢 对于代码来讲的话呢 真的是特别头疼 就算我讲的特别详细 特别基础的话呢 咱们很多同学就 就觉得 这个不是 不是我所能够掌握的 或者我能够学习的 或者不适合我学习的 就看到代码的话呢 就会感觉很烦 对吧 就是不想写 那或者说是没有时间 或者说我们中间 啊 纳了几节课啊 一节课不停的话 可能说代码记忆的也比较难一点 再一个的话呢 我们通过这几节课 把所有的代码都掌握住 这也是不现实的一件事情 所以代码开发的话 也只是给大家讲到一部分 因为代码 它毕竟就像我们的一本字典一样 能力吧 咱们的计算机语言 刚才也给大家讲过 计算机语言跟我们的 这个汉语 还有英语 其实是一样的能力吧 你看我们学习汉语 学习汉字 它也 它也不是说把所有的汉词都学完了呀 咱们从小学到初中 也就学了几千个汉词吧 但是我们的汉语又上万个耶 到现在我们有很多同学也都知道 有很多的生辟字 或者不常用的字 我们也不会读不会写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办 除非去查字典 对吧 那我们所学习的一些汉词 也是我们平常所生活当中 基本上所常用的一些汉词 那么平常我们学习的英语 不也是这些单词量吗 咱们的四级六级考研 它们的单词量也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计算机语言 我们的代码也是一样的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代码语言 都给大家去讲到 那也只是我们在平常工作当中 所常用的一些命令的一些代码 只能讲那么多 那咱们也有一些代码手册 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如果大家需要更多的一些效果 那么就可以自行的去 像查字典一样去查 这些效果的写法和它的一些命令 那么我们其实在前面的话 跟大家也去看过 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是吧 它给我们提供了像一本字典一样的东西 就是我们这个小程序开发文档 不是游戏 这个小程序这个开发文档 开发文档里面的话 在我们的开发当中 你看这边有框架 还有没有还有主件 那么这些的话 你这下每一个每一个的命令 就是我们的一些代码 代码命令 这些代码命令的话 它给我们有名称 也有功能说明 覆盖在圆界之上的图片 视图对吧 就是它做什么用的 一面一纸图片 是吧 就是之上的意思 所以你看我们会发现 对吧 不管是我们的地图 导航表达 那组件的媒体等等 这些的话 它都给我们列举了很详细的一个使用方法 功能 属性 最低的配置 等等兼容性问题 所以我们就跟查字典一样去进行查阅 然后 一些新的效果 新的功能 咱们需要在这里面去查找了 但我们在课堂上的话 我们明天的话 也会给大家去讲我们如何来看这个文档 怎么样去查阅这个文档 那么就像我们给大家去讲怎么样去查字典是一样的 这一块我觉得能够把这个东西学会 不管以后我们用到什么样的功能 我们都可以 好吧 这是一点 好 那另外的话 我们这里面其实已经给我们做了很大的一个优化了 不需要我们写最底层的代码已经很好了 是吧 包括框架当中的话也是一样 它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框架 这些框架的话呢 就给我们 哎呀 打下了很好的一个基础 因为有很多同学也看到说 你看这地方有什么样的 有我们WHML 还有WXS 这也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些的话 它属于我们不同的一个语言 那里吧 就像因为我们说 你说外语 对吧 那外语它不单单是英语啊 那我们说的法语俄语 这些的话呢 它都属于外语啊 只要不是汉语以外的语言 都是外语 所以它有不同的语言来组成的 那对于我们的代码 就是计算机语言 计算机语言来讲 它也属于一个什么样的 总称 对吧 它也分为我们的 像什么HTML啊 对吧 然后CNS啊 还有Java啊 它有不同的功能啊 法语是法语的功能 俄语是俄语的功能啊 还有说咱们说的Pathlet啊 GIC啊 对不对 PHP啊 这些的话呢 都是计算机语言 不同的语言 它也会有不同的功能 所以你要学的话 那很多很难啊 那也说 那我学完这些代码 就可以当一个黑客嘛 我可以到处去飞 到处去啊 去去干嘛嘛 嗯 其实啊 如果有一天啊 你真的成为了一个黑客 我天啊 真的太了不起了 为什么呀 黑客一般都是会精通很多语言的 就跟说我们说一个很很厉害的一个人物 它精通 精通八国语言 精通好几个国家的语言 那就可以怎么样啊 游乐有余 来去自如 明白吧 所以呢 如果说你能成为一名黑客 那说明你对于这个计算机语言 掌握的已经很熟练了 对于各种的计算机语言 掌握的都很好 那么你就能够在这个计算机的海洋当中 也到处遨游 简单的透露一点啊 就说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些网页啊 这些页面 这些网络 在整个大的计算机网络当中 只是冰山一角 都叫冰山一角 冰山的一个角 我们虽然看到的很多的页面 平常上网看很多的网页对吧 打开很多浏览器 这些东西只是冰山一角 那么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是我们看不见的 那些的话呢 只存在于我们的暗网当中 有一种网叫暗网 是看不见的 是你看不见的 但是别人能看见 但是那里边的话呢 就会变得非常的乌烟瘴气 就是像一个法外之地一样 存在着各种的暴力 血腥 色情 犯罪等等 是见不得人的 对吧 是我们极力打压的 不过那些地方的话呢 是有能力的人在能进去 是吧 一般人是看不到或者进不去 也找不到的 所以呢 那我们是在被保护的情况下 能够看到一些正常健康的页面 所以呢 对于计算机啊 这个代码语言的话 其实很深的是吧 太深了 一般人的话呢 是接触不到的 好吧 好嘞 那么我也相信大家呢 能够对于我们的代码呢 有很大的一个期待 那么在后面的学习当中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坚持下来 好吧 那今天的话呢 就跟大家去讲这么多吧 大家看一看 对于今天讲到的这些标注窃图 还有我们的包装 有没有哪些问题 和哪些疑问 咱们开始进行答疑 看一下大家对于这块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 好嘞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咱们今天的课呢 就给大家下到这了 好吧 那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啊 我们开始进行代码开发了 好嘞 好 那希望同学们今晚下午过得愉快 今天下午过得愉快 以后每一天都很精彩 好嘞